嗨大家,我是云 欢迎来到我频道 我在ZoZoAPP上挑选了14件单品 并用它们挑战了24个look 这是我的第一次研究和尝试日杂风 并非完完全全的圈粉 不知道镜头那边的你们能不能感受到现在的我的兴奋 一会儿如果你们觉得单品或者搭配好看 请把666或者有内味儿给我kill在公屏上 首先是两件最爱的衣服 Ru Picni这件鸡皮外套价格是287 非常百搭 我基本上每一件衣服上身都能用它套一套 最后为了权衡出尽率忍痛挑了几套出来 第一套的灵魂单品就是这双高跟鞋了 学生党如果想驾驭这一套 其实换一双小皮鞋就OK了 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套 针织打底加碎花裙 哎呦,好想跟学姐交个朋友 太知性太温柔了吧 第三套同样是加碎花裙的 你们觉得这一套的灵魂单品是什么 有没有内味儿 是不是一股都市丽人本人的感觉 这一套之前和大家见过面了 就有不少朋友直接种草的外套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 我会给它打9.9分 因为我觉得TB这个价格很难买到 这种版型面料和做工 第二件V.I.S.中厂款 版型和细节我去店里都经常能够买到超大的浴袍 盲买能有这种效果可太加分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APP最实在的一点 就是它所有卖家绣都是板板正正的 不会去凹造型 对于衣服的版型可以抓得比较准 第三件 Select Mocha红桃色扩型封衣 这件价格是414 非常有扩型的一件封衣 料子是这个样子的 你听一下 我给它做了4套搭配 Look1是针织打底加扩腿裤的一条小丝巾 做一个亮点 这件到手要运一下 里面无论搭配什么都是气场一米吧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 它真的非常显白 Look2连帽毛衣加深蓝色直筒牛仔裤 再踩一双帆布鞋 拿上一本杂志 可以外出拍大片了 第三个搭配是针织打底加长款连衣裙 加小白皮鞋 同色的白色包包所为呼应 所谓可言可甜 第四个搭配是顺色的毛衣帽衫 加上壮色的半裙 就是这一件 现在灯光打起来有点偏亮 然后再加一个帆布鞋大大的帆布包 这套裙子也是Rock picnic的 到手加143 它同款还有一个棕色的 面料是绒面格 摸起来很舒服 而且有温度 掐折的用料做得很俗 配有一条大大的缎带可以绑蝴蝶结 我高估了自己啊 选择了这个颜色 比较有点难以搭配 其实一开始想选的是那个棕色的 但又怕跟那条鸡皮革半裙相撞 好啦 欢迎大家在这四个look中挑选你比较喜欢的那个造型哦 第五件 Nuray Farm中长款绑带毛衣 就我现在身上这一件 大概就是这个效果的 它中间的绑带是可以拆开的 我这次一共买了两件素色毛衣 一件是这个 一件是Select Mocha的帽衫 这两件的版型都没有让人失望 我给它搭了一件棕色排扣鸡皮扮裙 小黑皮鞋和一只黑色的通勤枫叶下包 这一套干练职场 但又平易近人 如果过年过节要见家长 同样推荐这种风格的穿搭 第二套是高领包打底加花色连衣裙 一双精致的乐服鞋收尾 这一套look满分10分 你们会打多少呢 Free Kessing棕色鸡皮革半裙 到手价165 同款要跟米色和绿色 我太喜欢模特小姐的搭配了 给你们放出来看一下 也是简简单单的 但搭出来就很有味道 以及这一套look 上其驼色风衣内搭的这套半裙也是它 我给大家搭的这一套 是加一个顺色的帽衫 打底针织 路薄路底边 然后再加一个日杂必备贝雷帽 格纹大围巾 风度温度兼具 这一套你们会给大家几分呢 给它搭配的这一件帽衫是Select Mocha的 我遇到打折到手价是178 现在是332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牌子 虽然价格有一点高 走的是简约优雅大女人路线 但很多单品都有着独特的小设计 比如这一件 竖腰马甲 V领背心马甲 竖纹针织T恤 花包边休闲裤 半身竖腰针织等等 版型细节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我给它搭配的另一套是加了这样一件 格纹阔腿裤 这个色系是不是很搭很日杂 简单的搭一件牛仔裤帆布鞋也是好看的 细节面料是这种滑肤饼格的 轻肤舒适且不会太厚 内搭完全OK 第八件 这件Tiffneyland的衬衫长裙 到手加286 当我一眼瞟到这个颜色我就决定一定要把它买下啦 单穿是OK的 这一次很多外套也都可以和它搭配 因为裤存只有鸵色的 我就不和大家多讲啦 第九件 Copylatis 乔文长袖 到手加131 它的领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圆领 是一个船领 就是一个扁扁的月牙型领口 介于圆领和疑似领之间 我就奔着它这个设计去的 之前在一些日杂的图片上见过 就属于感觉好像很好满 但其实很难遇到的款式 我给它搭来一条简单的深蓝色直筒牛仔 再加一双红色的平底单鞋 一件红色的唯一座点缀 就一套比较休闲年轻的look 其实什么单品搭上这种风格满满的 条纹白T都会变得日杂风满满 最后一套 我给它搭配一条超长的三千鞋跨裙 直接盖过我的脚踝 这件到手价是184 就像商品描述的那一样 对于阔型偏爱的成年女性 会更偏爱这一条 对我来说可能真的有点太成熟了 我觉得模特的极简搭配好像会更顺眼一些 所以就模仿了一下 大家可以倒个分 第十一件 就我现在身上加的这一件 Silak Mocha的绑带针织衫 妙吧 我选的是深卡其色的 和我身上这种杏色或者浅米黄色的打底都非常搭 模特的这一组颜色搭配也是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也搭配了一条卡其色的阔腿拖地裤 但因为是均码的 对我158来说就不是很友好有点长 但面料和细节是我喜欢的就很深细 同款还有这个颜色高一点的小姐姐可以参考 以及细节面料我到时候会放出来 第十三件Rural Picny的一件雪仿面料中长款开衫 淡淡的薄荷绿色 这一件到手价是275 偏春秋的一个款式 我觉得模特小姐姐搭配的就很日系白领 面料是这种垂坠不易皱的版型就很OK 我给它往春秋的方向搭了一搭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并给它打个分 最后一件 Supreme Lala军装风鸡皮夹克 到手价544 腰部有一个抽绳可以在两边调节 红管还有米色和卡其色 它的袖子是这种宽松的灯笼袖 袖口向上提方便露出那一搭 这一点非常值得表扬一下 背后是这种掐折设计的 很多外套呀 希望你们能学个乖 把袖口改短一点 一二三三点顺色搭配 会使整体顺眼精神很多 这一件是薄款的 除了刚刚的两个搭配以外 我还给它搭了一件顺色的摆着半裙 加一双高跟单鞋 还在学校的baby 可以换成球鞋或者修剪的白鞋也是OK的 好啦 14件单品全部介绍完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种草的 它们全部来自ZOZO APP 它是ZOZOTOWN 日本第一电商品牌在中国唯一的官方购物品牌 涵盖了300多个时尚买手店和装卖店 拥有超3000个人气品牌 你可以在上面淘到很多日本原汁原味的品牌 日系不止优衣库也不止超牌 像我这一次买到的很多品牌 它们也有中国官网 不过打开归宿 购物需要一段很复杂的流程 ZOZO APP是日本直游包油包水 你看到上面的价格是144 到手就是144 不会有其他额外的费用 我是27号下单 30号发货 因为有一部分商品是需要调货的 到我手上是7号 这个速度对海淘来说可以的 喜欢日系风格的小姐妹 哪怕没有种草上我买的这些东西 或者觉得海淘有风险 也可以下一下这个APP 对搭配的参考性可太强了 不仅有模特的搭配可以参考 它上面还有穿搭日记 时尚杂志这两个板块 时时的同步日本时尚博主的一些穿搭 方便大家感受最地地叨叨的日系穿搭 最后一点就是买手店嘛 推荐的都是一些比较热销好看的款式 每个买手店都有自己的风格 且不加价 把优秀的品牌全部集合在一起购物 那就方便审视很多